今天1月20号是达沃斯峰会开幕的首日 与会嘉宾围绕全球经济巡视 包括中国经济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 进行了一天的激烈的讨论 特别是由财新传媒和世界经济论坛合办的主题为 把脉全球新局势下的中国营商环境的讨论环节 集结了海内外产经学界的主要代表 大家围绕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的状态 进行了激烈和有趣的讨论 吸引了众多的预讳者 中国的经济表现和中国的经济环境 已经和过去很不一样 中国经济实际上现在进入增速放缓 增长模式转变的新阶段 过去谈这个问题比较多是从宏观的角度谈 今天我们想换一个角度 从微观的企业的角度 看看新常态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理解的新常态就是说 我们更需要的是创新新的起家 那也就是他要真正创造着新的 过去没有的那些消费者喜欢的东西来 那么在新常态上 无论是核子也好 国也好 或者国有控股 国有独自也好 他面临的形式都是一样的 面临的环境都是一样的 像中国这样的经济 说要出现金融危机可能是不大容易 用危机这两个词来描述 中国可能不是很合适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经过30年的高速经济成长 这个宏观调控系统 它有大量的资源是可以用的 但是做金融的来说 确实可能今年日子不太好过 都知道经济很困难 都知道投资的时候要小心 所以说大家都很短期 就是希望自己投一个东西 然后后面还有人接 因为我们整体市场中间的流动性 还是非常好的 这就为什么我们出现了 这个云五年的这个股摘 一年过来 他们在信用这个谈论 中国政府的谈论 中国能够获得准备的距离 他们能够保持7%的增长 中国人是一群超级的技术 不可以做什么错误 现在他们进到另一个極端 所谓的方式是不正确的 他们不能均匀 他们要均匀 股价的股价 他们是在乱与乱 股价 并不是7% 并不是6% 并不是4% 并不是0% 我们会有了 我们会有很难的 会有可能会有 的股价 股价 并不是股价 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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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